欢迎收看由邦港出声HKG报 特别呈献选委三分钟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选委界别候选人是 2号马逢国 第一个环节 由主持人用一分钟去介绍候选人的个人简介 2号候选人马逢国 曾任临时立法会议员 及后成为1998年第一届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议员 在2001年第二届立法会 经补选再次获得同一界别的议席 马逢国在2002年起当选港区人大代表 长期关心国家发展 并且在电影界和文化界拥有丰富经验 他在2012年起当选体育演艺文化和出版界 拥有丰富议会经验 亦是目前议会中唯一一个曾经参与 回归之初选委会界别选举的现任议员 马逢国一直倡议 特区政府积极配合国家规划 融入国家发展规划 发展创新科技 争取香港市民国民待遇 关注年轻一代未来发展 亦都是最早建议政府成立文化体育旅游局 透过三者的结合 打造魅力之刀活力之城的城市品牌 第二个环节就是请2号候选人马逢国 用两分钟去解释他的个人政纲 各位市民和选委 大家好 我是2号的参选人马逢国 我的政纲是以行手初心 坚定前行 与你攜手 共建和谐为主题 融入国家发展 我提出把握天时地利人和 强快一国理念 优化两制实践 推动香港积极朝向 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的方向发展 强化香港固有发展优势 和提升香港新兴的竞争能力 积极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联通 土地房屋和民生方面 我一直是建议政府掌握土地供应的主导权 更积极使用土地收回条例 发展农地、棕地和郊野公园的边徐土地 研究适当地检讨海港条例 并需要着力缩窄贫富差距 共享经济成果 改善公私营医疗失衡 增拨资源去支援基层的医疗 以达到和充共济、正通人和 在文化、旅游、体育方面 我继续跟进多年倡议的体育发展政策 推展产业化和专业化 要求政府推广优秀中华文化和价值观 加强扶持文化创意产业 完善香港知识产权的法规 并且协助业界逆后复苏 做到和而不同、百花齐放 教育和环境方面 我会倡以增缝资源去推动艺术教育 推动阅读文化 正式私之培训问题 强化国情教育 加强历史教育和推广中华文化教育 提高国民的身份认同 和培养正确价值观 推动政府推出更多积极节能减排措施 加快实现205年碳中华 跟进固体废物收费的措施 和落实合理的安排 与你共建和谐 展望将来 第三个环节是候选人 用一分钟的时间回答指定问题 马逢国 如果有幸入到议会 你会为议会带来什么新气象呢 如果我能够当选的话 我是议会里面唯一曾经有过 由选委会产生的议员这个经历 我会是充分地利用这种经验 在议会里面 组织好、团结好 由这个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议员 有40位那么多 是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 不需要太多考虑地区和功能组别的利益 可以从整体的角度 去思考香港的问题 用一个很理性、客观、持平的方法 来到去面对未来的工作 我们支持特区政府的施政 同时进行一个良好的监督 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 一起携手共进 将香港带入一个新的境地 多谢二号候选人马逢国 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和选委 能够更清楚二号候选人 马逢国的从政之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